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国际焦点 邻国新加坡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升温 当地过去一个星期的确诊病例 和前一个星期相比猛增将近一倍 其中新变种毒株KP1和KP2 所引发的病例就占了三分之二 尽管重症病例维持稳定 但是当地医院已经推迟其他非紧急手术 保留医疗能量预做准备 新加坡卫生部今天发文告透露 当地过去一个星期 一共录得25900宗确诊病例 和前个星期的13000多宗相比 翻了将近一倍 此外住院病例也从之前的日捐181宗 增加到250宗 当局正在密切地关注这波疫情 新加坡卫生部也发现 当地八成的民众过去一年 已经没有接种疫苗增强剂 不排除免疫力已经接减弱 当局建议民众 尤其是高风险群体继续接种疫苗 不过准备民众或有了 未经议民众过去一年 新加坡卫生部也发现 最后一年 准备民众所的疫苗 感谢观看